大家好,这里是GF科技视角 好,这一期是今天的双更 讲一下Sora 那么下午呢,讲了一下 有关如何认定中国公司的那一期 我相信你们可能都还没看呢 去看一下吧,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之所以今天能双更呢 是因为这个周末是加拿大的long weekend 星期一呢,是加拿大的family date 所以呢,不上班 今天可以有时间双更一下 好,Sora呢,这个话题我是肯定要讲的 如此重大的影响整个AI进程的一个产品 那星期四正式发布了 发布之后呢 我和现在看视频的各位一样 都是被shock住了 顿时晕晕的啊 这么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就这么扔出来了 一点前面的消息都没有 没有任何流言蜚语突然就出来了 前面保密工作是做的是非常好 而且呢,可以看见 我相信大家都看了相关的Sora的这个demo的视频 质量非常高啊 把之前从文本生成视频的相关的一些公司 比如像这个Rongway啊 比如像Pika啊 Pika之前都吹得非常厉害 当然我认为Pika也同样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公司 只是生不逢时吧 碰上了这个OpenAI 碰上了这个大模型靠实力粗暴秒杀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挺挺惋惜的 好,回过头来说Sora 那么Sora呢,目前的状态是什么? 这个产品呢,已经正式Ready了 但是它还没有正式向公众发布 那么目前在做什么呢? 在做最后的准备 就是Sora已经交给Red Team,就所谓的红队 去做相关的安全性的检查 Security to check 检查什么呢? 大致就是检查一些有关的这个内容的审核啦 版权的侵犯的情况啦 以及其他相关的合规的情况 那么按照这个美国政府的之前这个监管部门的要求啊 红队呢,实际上是由第三方建立的 就是面向所有的AI公司帮助他们去做相关的这种合规也好 这个alignment,这个对起义也好 总之相关的这个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呢,不知道这个红队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做完这个相关的审查工作 但我相信可能没有那么快能够出来 另外哈,这个产品是不是只有OpenAI内部的人能用? 答案是,不是的 OpenAI向一部分非常少量的一些机构提供了preview版 这个preview版呢,你在用之前呢,必须是要签NDA的 那么当你测出任何东西,你不可以对外发布 只有OpenAI正式向公众宣布了相关的技术内容之后 你才可以有复合权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我们preview也发现了这点之类的 否则的话不可以说任何东西 所以这个去讲一下 真正能够拿到这个preview版的访问权限 能够签NDA的,那都是人中龙凤了 简单提这么一句 那么好,讲到这个SORA的正式的这个产品本身 那么我,首先我assume现在在听视频的各位 应该已经全部看过了SORA生成的相关的demo的视频了 那么这个视频呢,首先是在OpenAI SORA的网站上 就是有很多啊,大概是有十几个,长的有一分钟,短的十几秒钟或者是七八秒钟都有 除除了这些之外呢,Sam Altman在这个他自己的X上 那么跟随机抽取了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随机啊 总之抽取了一些在评论区给出prompt的用户 然后根据他们的prompt去生成了一些新的video 啊,效果也是不错的 那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我们能看到的这个SORA生成的video就基本上是这些了 好,那么回到SORA这个产品本身 首先这个产品毫无疑问的是革命性的产品 那么它的革命性呢,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下内容全部是我个人理解啊 呃,大家如果觉得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欢迎在评论区批评指正或者是补充 或者是这个呃,whatever 总之啊,您可以随意的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虽然我是data scientist 但是对于生成事AI方面 其实我的研究并不是很多 我只能是通过一些公开的资料 去做一些相关的收集整理 然后根据我自己的理解跟大家讲出来 不代表一定是正正确的 这边顺带还来一下这个 这个宝玉老师的呃,微博账号跟X的账号 呃,宝玉老师一直在这个跟踪 发布翻译 AI相关的很多的这个行业的文档跟新闻报道 那么非常快,非常及时 我建议大家去关注宝玉老师的X 或者是这个微博的账号啊 随时了解第一手的信息 所以这边先感谢一下宝玉老师 好,那么Sora他生成的相关的这个视频 首先我觉得在真实感方面呢 是迈出了大大的一步 大大超过之前这个Runway啊 或者是Pika能够生成的内容 他的真实感呢 主要体现在这个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他的清晰度特别高 之前的这些相关的呃 所谓的文声视频这些工具 他清晰度相对来说都低很多 完全达不到这个Sora的这样的一个 生成视频的效果 起码说Sora生成视频是提高了一到两个 这个数量级的这样的一个清晰度 绝对不是一个很小的这种清晰度提升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Sora生成视频 它的细节非常充分 非常丰富 就是当你看到整个一个视频里头 很多特定的这个细节处理 完全是处于一个接近工业的水准 换句话说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效果 已经可以赶上一般的这种 这个我不能说纯商用的了 一般的这种这个大家自己在PC机上装的 这些视频处理apps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功能了 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有一个视频就是我记得prompt是 一个火车列车行驶在东京郊区的这个铁路上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视频呢 就假设是一个镜头对着这个铁路车厢的那个窗子 通过窗子的倒影去看外面的这个这些东西 当然倒影里头还会倒影车厢内部的这个一个一个女性 还有其他的一些乘客的这个情况 那么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光影变化运动 然后车厢外头的这些房子的结构 那prompt其实非常简单 可能就是一句话到两句话的样子 但是呢在这个视频里头的细节就非常非常充分 那么尤其是这种光线带来的这种 在玻璃上的反光的这种质感 以及车辆在移动过程中间 外界的这个景物的变换快速在移动 那么包括外界 东京的这种郊区的房屋应该是个什么样的风格 什么样的结就是架构 然后跟铁路之间的这种距离远近层次关系 非常丰富 所以基于一个那么简单的prompt 就可以生成如此丰富 如此动态的充满细节的视频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突破和提升 除此以外哈 还有另外一个视频给我感受也是非常深的 就是我记得是一个毛绒玩具 对不对 对着一个蜡烛好像是要吹蜡烛还是怎么样 这个视频时间不是很长 大概也就是大概十二三秒的样子 那那个毛绒玩具的那个毛绒的质感呢 因为它毛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很细小的毛构成的 这样子它才能呈呈现这种连片的质感 那么如果看这个pix动画的动画 这个朋友大概就应该知道 曾经有一个片子叫做这个怪兽电力公司 那么在那个片子里头 当时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video就是讲这个怪兽电力公司 它在制作的过程中间多么费劲 因为它很多这种光影效果 包括那种毛绒玩具那种毛绒绒的效果 尤其是主角是一个巨大的披着毛的那个 我都不记得叫什么了 特别可爱的一个那个那个那个怪兽 它的那种质感 尤其是蹦来蹦去那个毛飘啊飘的那种感觉 实际上做起来是非常费劲的 因为你要通过大量的后期处理 而且是要一根一根几乎是一根一根毛处理 你才能够处理出这种 整体上来看细节非常丰富 又符合实际这种人的感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现在这个ZORA直接通过自己的这种快速生成 你根本不需要去提供更多的描述 它就可以生成这种充满质感的这样的一个video 所以这个是让我真的觉得非常吃惊的 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一些video就是比如像水下的什么 折纸的什么乌龟啊鱼啊在水下的那个video也是 通过水的折射的那种光影的变化就非常真实 所以呢真实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因为有大量的 不断的在变化的细节充斥着在这个video里头 所以才让你感觉到非常强的真实感 那么这种真实感一定是在基于模型本身 对于真实世界模拟的认知以及它可以生成的这些 这个视频的细节的这种生成能力 所给你带来的直观的感受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视频本身的这个多角度切换 我们知道这个 如果让你假设一个某一个场景啊 一二三三个人 然后在什么状态下前后远近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在脑子里想出来之后呢 你就有机会说啊我从这个人的视角看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换另外一个人的视角 你自己有足够的这个空间想象能力的话 你就可以换一个视角去看它可能是个什么样的 就好像什么呢 如果如果是机械类的学生的话 我就是学机械类的积电工程的 当时我们画画法几何跟机械制图是学了一年 学过机械制图的都知道有个所谓的三式图 对不对 你正式是什么样的 这个俯视是什么样的左视又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心中有这么一个明确的一个对象 它的完整的印象的话 你去画三式图就会很容易 否则的话你要缺乏这个想象能力 你想象不出来这个东西的话 你画这个三式图甚至更多角度的视图就会很难 因为你不知道从换一个角度可能会是个什么样子 而现在这个Sora生成的视频里头呢 很自然的实现了这种多角度的切换 换句话说当我当就是他目前我们看到这个demo里头 他在某一个角度看这个场景的时候 他突然切换到另外一个角度 那么切换的过程之后呢 你感觉到完全不违和 就是同一个场景 就是纯粹的只是换了一个角度 看到的东西还是同样的东西 位置没有任何变化 也没有任何变形 那么这个呢 就意味着模型本身已经实际构建出来了一个场景 而这个场景是一个3D的场景 不是2D的 正是因为构建了一个完整的3D的准确的场景 所以他才能够方便的从这个角度切换到另外一个角度 就好像你画机械之图一样 你画完正式图 你就画服饰图 画左式图都没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零部件在你心中的形象已经非常清晰了 所以呢 当然是不是Sara真的就在模型里头 完整的构建出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世界 他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能力 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在多角度切换过程中间 他已经表现出对于这种3D场景把握的能力了 那么所以呢 如果真的是他能够有能力通过你的一个prompt 就构建出一个虚拟的世界 然后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基础上 去填充丰富的细节 然后生成video 而且还能保证在多角度切换过程中间 不会产生变形 不会产生距离的时针 那么这个就是相当厉害了 好 这是一个 对 再提一下其中的一个细节 就是 我记得有一个video 就是在什么东京街道上 一个女的 这个在下过雨的街道上走 那个视频里头 那个视频是最长的 大概是30秒的视频 就出现了什么呢 他在走过某一个招牌的时候 把招牌挡住 然后他移过去之后 招牌又现出来了 那么就说明这个女的和这个招牌之间的这个透视关系 远近关系 这个模型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 不会出现说 人移过去了 招牌被挡住了 当人移走之后 招牌还不能够重现出来 那么 这个呢 这个呢 就从这本身这个细节 有说明了 模型对于整个虚拟世界的这种把握的能力 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 呃 Sora这次放出来的这些demo视频呢 时间超长 那么之前 呃 Runway也好 Pika也好 他们放出来的视频呢 基本上都是10秒以内的 甚至说更晚一点的 几秒钟 那么基于一些 当然 他们当时做的一些 视频生成的这些prompt 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和现在Sora用的prompt 复杂程度差不多 但是他们能够生成的视频 基本上就是 几秒时间 很多细节呢 你实际上来不及去呈现 去判别 甚至说去判断 它的准确性如何 所以它尽管它能够 也同样能够生成 这个清晰度相对低一些的视频 但是因为时间太短了 所以你无从准确的去判断 视频的质量 但是对于一个 时长长达半分钟 甚至一分钟的视频来说 你想去判断它过程中间 它的质量如何 它的之间的 视频内部的这些物体 之间的对应关系 是不是一直都是准确的 那你就会有很大的机会 对吧 所以呢 对于视频生成的挑战来说 几秒钟和30秒 乃至一分钟的 这个挑战是完全 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的 所以呢 这个应该说是这个 Sora跨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么最后一个 我们大家都关心的 这个生成这个视频 到底需要多少算力 现在不知道 但是根据媒体披露 这个OpenEye内部的人 向媒体私下里说 生成这样的一个 就是目前大家看到这个Demo的视频 大概是需要出去吃一个墨西哥卷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 换句话说 你像出去吃一顿午饭 正常多久 30分钟 对吧 你要连路上的时间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所以呢 我估计 生成这样的一个一分钟 Demo视频的时间的话 大概也就是30分钟左右 那么实际在X上 Sam Altman 他收到用户给出的这个prompt之后 再贴出 基于这个prompt生成的video 大概是平均 我看了一下 大概是两个小时 到三个小时之间 有的快一点 不到两个小时 overall来说 差不多就是两个小时左右 所以呢 就是起码说这些 一分钟左右的视频 它生成的时间 应该是不需要超过两个小时的 那么结合媒体提到的 这些相关的信息来看到 我估计就是二三十分钟 应该就能够搞定了 所以呢 这个时间 当然不算太短了 但是从现在的技术能力来讲 应该说也绝对不算长 应该说相当可以了 然后呢 根据这个媒体披露的数据 说是这个Sora 它的Sora 它的目前的参数 大概是三十亿个参数左右 这个参数量可真的是不大呀 因为我们要知道 XGPT 之前他们都说 XGPT的参数 大概是1750亿左右 后来去年11月份的时候 微软公布了一个 这个paper里头提到说 XGPT可能是200亿 左右的参数 那么当然有可能 这个XGPT在不断的优化 它的这个参数数量 也在不断的下降去 因为它的本身的这个算法能力 在提升嘛 对吧 一问我们就算是200亿的参数 你想现在Sora的参数 只有30亿 是200亿的15% 那参数少意味着什么 第一 就像我前面讲 刚刚刚讲到的 我生成一个30秒 或者一分钟的视频 只要二三十分钟 你生成的这个过程 可以大量的节省算力 对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的训练过程 也会大量节省 你的这个GPU的开销资源 这就而且 这意味着未来 你还有很 这个 还有很大的迭代的空间 你可以通过迭代 进一步去压缩模型 因为你的起点就是31亿 你还可以再去压缩到 比如说压缩到3亿 那这时候 你整个模型的这种算力消耗 就不是十分之一了 有可能就是几十分之一了 那甚至说在一定程度上 做小型化部署到这个 单独的系统上 或者说部署到某一个企业内部来说 是基本没有什么问题的 3亿的模型 其实一点都不算大模型 对吧 在目前这个时代 所以说呢 在这点上来说 应该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本身这个 这样的模型 它的这个应用前景 比起你上千亿参数的这个模型 应用前景 或者是应用的广泛性来说 就会大大的提升 好 那么这个是我目前看到的 SORA的这个革命性的个点 好 我们再给大家泼点冷水 那么目前我看到的不足 在哪里 首先 SORA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 视频时间还是太短 现在目前我们看到 SORA放出来的所有的demo的视频 最长一个就是60分钟的 不 六六六十秒钟的 就是那个 在雨夜 这个一个女孩子 穿着高跟鞋 走过东京的街道 那个 除此以外 基本上都是15秒 甚至不到15秒的视频 尽管细节很丰富 所以呢 你要知道这个视频时间越长 它的这个挑战就越大 实际上它相应的这个视频 在制作过程中间累积的错误就越多 如果我们看作是这个修一个铁道的话 我可能按照铁道 我就画了一个标准的线 然后呢 这个线我不给你看 你就按照你自己的这个测量的尺寸就一直往前走 你铁道修的越长 你的这个误差累积就越多 视频也一样 所以呢 视频越长 它的挑战就越大 所以到底这个能不能真正生产出 在目前这个阶段生产出有实用性的 真正能够达到 就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甚至能够颠覆好莱坞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视频 我觉得目前还为时尚早 但是应该说这个已经能够看到曙光了 因为从几秒钟到一分钟这个突破实际上已经是相当大了 好 这是第一点 视频的时间还是不够太长 第二呢 就是视频本身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去打磨 还需要去提升 让它变得更加完美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就是一部分视频里头还是出现一些逻辑不太合理的地方 包括像有一个视频是一对恋人走过那个河边的 就左边是商店 右边是好像是河 然后到处都是樱花 那个 他们走的那条人行横道到前面就基本上是死胡同了 就有有点不make sense了 他必须要跨跨过一个很窄的栏杆 回到正常的人行道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走过的时候 街道上的那个商店的那个招牌字都是乱码 类似于乱码一样 不是正常的文字 就说明 这个大模型目前在对于这种这个图片或者是视频里头 图像里头的文字信息 它实际上处理起来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你们自己可以去用这个Mit Journey啊 或者是用这个GPT4啊 去试着去生成一下 哪怕就是生成图片里头的这个包含字的话 你基本上发现它的字都是乱的 不管是中文也好 是英文也好 大部分都是不make sense 这要是说说一下 然后呢 就是还有一个视频 就是几个小狗在蹦来蹦去 之前可能是三个小狗在草地上 蹦着蹦着蹦着就突然变出四个五个六个 实际上就有点很很诡异了 而且那个小狗的腿也也是看起来是有点问题的 就是这个算法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真的去把小狗的这个 这个腿处理的非常好 就像之前最早的这个图像生成 平台图像生成系统 它在生成人手的时候 手指头竖不对啊 长度不对啊 角度不对啊 但是现在大部分都可以了 但是看起来还是不像人手 就是很多细节还是有问题 所以这些细节处理的 是不太对头的 呃 我刚刚录这个视频之前 刚刚看到这个 X上另外这个 那个他们那个产品经理发的就是 一个鸭子走过市区 那个大鸭子走着走着就踩到人了 然后脚踩到人之后 脚再抬起来 那个人就没了 所以呢 这又是一个细节方面的问题 就是换句话说 这个Sora在处理这个大的场景的时候 一些小的细节 它有可能就会产生矛盾的现象 但是那整个大的场景是 是OK的 所以它细节处理方面 还是需要去提升 然后据说呢 如果是这个视频生成时间长了 比如说某一个人 被一辆列车给挡住 列车光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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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两分钟之后 有可能这个人就消失了 就是在特定比较短的情况下 物体或者对象 被遮挡了 那你遮挡物离开 它还能够重现 但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 到底这个东西能不能重现 现在不知道 据说有可能是就重现不了了 系统就把它给忘了 好 所以呢 实际上类似于这种细小的东西 在视频时间长了之后 它的错误就会不断的累积 累积到越来越荒谬 越来越一眼能够看出来是假视频的地步 所以呢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的这个Sora在更长时间 更多这个细节 更多丰富度的这种处理上 还是存在着问题 所以呢 还需要这个时间去检验 好 说到这个Sora模型本身 它的大概的工作原理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知道这个 Transformer是整个这个 GPT模型构建的这个核心的算法 那么之前的图形生成了是通过Diffusion Model去生成 那么这次Sora呢就是通过Diffusion Transformer的方式 就把这两种方式混合到一起 那么我呢就不想去讲太多的技术细节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近似的这种说明 让大家理解这个Sora的这个Diffusion Transformer 大概是如何工作的 那么 首先我假设您都已经用过这个XGPT跟GPT4了 好 那么它在处理文档的时候 尤其是通过API来调用处理文档的时候呢 有一个重要的这个term叫做Token对吧 它Token呢是在这个Word的基础上 在字的基础上 从再进进进一步细的拆分 就大概你可以理解为差不多是半个字或者是三分之二个字这样的 这个当然Token也是这个GPT模型的这个计价标准 那么模型本身呢是通过一个叫做Tokenizer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去把文本切碎了 然后呢把这些切碎的一个一个的piece呢 放到这个Transformer里头来进行处理 然后呢通过组合计算 最后呢它实际上在真正输出的时候 生成结果的时候呢 它是你可以近似的认为 它是去找相应的这些Token的概率 好 我到这个地方结束了 我下一个Token应该是什么呢 我下一个Token 我会找出一个概率相对比较高的Token 拼到当前这个Token后面 就这样一串就拼起来了 那么拼起来呢 实际上就是一段有意义的话 而且这段话呢是有上下文联系的 这个就是文本生成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视频来说 那么目前Sora呢 实际上也是采用类似的方式 只是说它切的不是文本 它切的是视频 那么视频听起来好像不太能切 对不对 它不像文本一样 是有很明确的分界的 有前有后 那么视频呢 实际上它是 类似于文本如果是二维的话 视频就相当于是三维的 它实际上呢 它相当于一个一个一个的画面 或者说一个一个的帧 然后呢 基于时间轴串起来 对吧 我们电影都知道 电影是这个24帧的 一秒钟是24个画面 然后呢 把这24个画面连续播放 你看起来就是一个连续的 动态的图像了 所以呢 这个Sora在工作过程中间呢 就是把视频做相应的拆分 拆分呢 是三个角 角度三维拆分了 一个是本身的基于 这个二维的图像的拆分 同时呢 还可以基于时间轴在做拆分 那么生成一个一个的 我们可以类似于叫做图像单元吧 在Sora里头呢 叫做patch 一个一个的patch 那么这个patch呢 就好像是在 GBT模型里头的token一样 那么最终 它在把一段视频 基于二维的这个帧 和第三维的时间 全部打散成为patch之后 放到模型里头去跑 去找相应的这些关联关系 比如说你模型里头 你的这个video里头有一个小狗 那么你这个小狗在图像上 可能存在了三秒钟 好了 这三乘24 就是72帧 好72帧里头都有这个小小狗 72帧的这个时间轴 然后呢 它会把每一帧的小狗都挖出来 那么形成一个小狗在图像 和在时间上的一个连续的 这可能是一个大patch 当然实际的patch 可能分的比这个还要更细 那真正生成的时候呢 就是去把一个一个的patch 重新生成组合 形成一个video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工作方式 那么所以呢 这种这个video的组合 就是基于类似于像token一样的组合 只是组合的是patch 我希望我讲明白了 如果您没有听明白 是我的问题 是我没有表达清楚 但是我大概只能也说 说到这个地步了 好 接下来讲到这个有关的这个 红队测试 那么前面我提到了 目前sora现在正在做红队测测试 测试相应的内容主要包括什么呢 首先是视频本身内容的这个合规性的检查 有没有什么暴力的内容啊 有没有什么色情的内容啊 或者是其他的有关侵犯艺术家版权的内容啊 或者是可能存在真人的内容 就像比如说Google Map我拍到某一个街边的人 我会把脸给挡掉一样 那么这些安全性的检查呢 实际上最终就是保证 它变成一个可以向公众发布的产品的时候 不管你基于什么样的prompt出来 都不应该有暴力 有色情 有侵犯版权和有实际 物理世界真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换句话说 它在外头套了一个壳 这个壳呢 负责去把生成的这些相关的这个 或者说一个虚拟的审查审查员吧 AI审查员 在Sara生成相关的内容之后 他自己先看一面 发现有这样的内容 砍掉 就不给你输出了 告诉你prompt的提供者 对不起 你呃 给出了一个我们不能够完成的任务 我们拜托你换一个prompt 可能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可能更广泛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一些misinformation 比如说好我要求去生成一个原子弹在纽约爆炸的 video吧 他马上就会可能啊 我猜想会给你一个misinformation的这个提示 对不起 你要生成的这个东西是这个非法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 所以他会有一个misinformation的审查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些这个所谓hateful的审查 比如说我要求生成一个非常ugly的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 这个这个这个定义可能跟某些特定的种族 或者某些特定的性别性取向有关 那么这时候他就会告诉你 对不起 你要求生成的内容是这个hateful的content 所以我不能给你生成 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有关 其他的biased 只要他认为你是跟生成的结果是跟bias有关 那么他都会做相应的控制 这个就是红队实际要做的工作 那么最终红队达成的结果呢 就是生成一个所谓的这个侦测分类器 他会把所有的这个sora的生成的结果 他都会去预先去做一个审查 然后决定能不能放给最终用户 还是直接reject掉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目前红队配合和open-air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呢 就是生成的所有的视频 要打上人工智能系统生成的标签 我open-air的这个标准呢 叫做叫做这个C2PA 那么C2PA的这个标签呢 是打在内容里头的 所以会最终会增增加这个内容的大小 比如说如果是图片的话 基于API访问 他打上这个C2PA的标志 大概会增加整个图片大小的3%到5% 如果是这个基于video的话 可能会更大一些 但是具体我现在还没有看到相关这个数据 但overall来说 这个后面所有的这个 Sora发布之后 他的视频实际上都会打上标签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Sora的demo的视频 在右下角都会有一个 open-air的标志 那么未来 当然他的这个标签肯定不光是可见的了 还会有些不可见的标签 会打在整个这个video里头 但是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如果你做过 做一些相应的处理的话 比如说做一些过滤啊 或者是做一些转换 那么这个类似于签名一样的 这个C2PA的标志 还是比较容易被去掉的 所以目前只能说 open-air已经尽力了 加上自己的标签 防就是能够在不改变内容的情况下 很容易被其他平台detect on 这个是这个open-air 平台生成的AI的内容 不是真实的内容如此而已 但如果经过加工之后 就恐怕很难去完全 能够去识别相应的了 应该说Sora正式发布之后 我觉得他的应用范围 可能会一开始做一些相关的控制 或者说他可能 比如说他可以生成一分钟 甚至五分钟的视频内容 这个是平台的能力 但是他实际给公众开放的 可能只会开放 比如说十秒以内 因为长视频伪造的这个内容 在他的这个侦测分类器功能 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 还是非常容易被滥用的 所以他一开始可能不会 真的把这么强大的功能 全部开放给公众客户 只会开放给一些他信任的 经过身份验证的一些机构用户 内部去使用 那么未来相关的这些 Deep fake的video 在互联网 在社交媒体 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应用 都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之前我在微博上也发过一个图 2024年 这个对于人类构成最大威胁的几个事情 排在第一个就是极端天气 排在第二个就是Deep fake的video 所带来的这个影响 大家想想2024年是大选年 对吧 美国要大选 2025年加拿大要大选 那么在大选年 中间任何这种伪造的video 都可能会引起非常大的风吹草痛 所以呢 我觉得OpenAI稍微谨慎一点吧 还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把相应的这些内容 向公众开放服务 我觉得还是最好节奏慢一点 稍微控一控 对于这个认可的机构 可能能够稍微这个放放松一点 但是整个的趋势来看的话 始终对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好了 今天罗罗素所讲了快40分钟 我们坐等SORA这个 它的正式版能够看什么时候发布吧 好 谢谢大家看到这里 欢迎大家评论 转发 点赞 我们明天见 拜拜